第1114集 时隔了6000多年 林明又遇到当初追杀自己的人 此时在林明面前的飘欲神王 身穿一层浅白色沙衣 脸罩青纱 举手投足 犹如灵波仙子 他是圣族三大真神中最低调最神秘的一个 无论哪个真神 那都是高座九重云霄 俯瞰天下苍生啊 且不说真神到天尊之间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单单真神的天赋就是33天绝世天才 怎么也得是第十家的水准 这样的天才再加上修为的优势 也就使得能以天尊占真神的人近乎绝技 在他们手中 伊丽莎可击碎苍穹 一根羽毛可以划开星河 而现在摆在林明面前的 正是这样一根羽毛 一根幻化出飘欲神王虚影的羽毛 飘欲的化身 林明目光一宁 一个真神留下的化身 而且原本清廉仙子自己就是下位天尊境界 再加上他的天赋 他的实力在天尊中已经是上等存在 飘欲神王留给他的化身 绝不止顶尖天尊实力 否则对清廉仙子来说也没多大作用 也就是说 飘欲神王要制作一个足以让清廉仙子这个级别的徒弟 用来保命的化身那得消耗不少修为的 这根羽毛毫无疑问 要蕴含飘欲神王本命精血极为珍贵 林明没想到 飘欲神王对清廉仙子这个徒弟如此重视 此时 飘欲神王已经手持一柄能量化长剑 一剑向林明站来 飘欲神王化身只有一部分意识 此时他表情宁静 眼眸中闪动着异样的神采 这一剑宛如一座神山压下仿佛要劈开天地 林明只感觉身体周围空间被瞬间锁定 让他难以闪避 不过林明根本就没打算闪避 他倒是想要试试飘欲神王化身的力量到底有多强 林明刹那间激发了修罗之血的力量 他全身覆盖了黑色鳞片 暗龙枪发出了兴奋的乌银直冲而出 那一刻在林明背后浮现出邪神虚影 在他枪身上雷霆火焰呼啸交织而成浩瀚的赤子二色海洋 即便是神兽掉入着可怕海洋中也会被化成灰烬 然而飘欲神王神色淡然 他在雷火的海洋上踏浪而行 海洋中吞吐的雷霆与火焰掠过飘欲神王身体后 却没能给他带来伤害 这就好似他身处异度空间一般 这一幕当真如同仙子林波飘逸出尘 只是这画面中蕴含的森然杀气 却让人无法产生伤心悦目的感觉 飘欲神王这一剑将雷火海洋给分开 剑气直批林明而来 看到这一幕 青莲仙子一颗芳心早已究竟 之前他将羽毛附着的剑身之上的偷袭失败 只能让师尊的化身跟林明正面交手 他很怕师尊化身亦无法击败林明 那样的话他就完全失去希望了 眼见着呼啸的剑气 林明身体击腿而出 他双目中闪烁出修罗法则服役 与此同时在林明眉心之间天目道中开启 他清楚雷火之力未能对飘欲神王造成伤害 不是因为威力不够 而是对方达到真神后 在法则上的造诣已经极高 自己这一套残缺的邪神之力秘法 在飘欲神王手上已经不够看 试探性一击未果 林明不再保留 他双瞳收缩 在开启天目道宫的同时 再次开启了三生瞳 这万法续空 在天目和三生瞳的视野下 飘欲神王化身内的一些能量流动都变得清晰起来 林明双手虚化太极 在他身前 一股呈现黑金二色的能量流汇聚在一起 这股黑色能量流磨气森森 而金色能量流则大日惶惶 两股能量流交汇的刹那间 周围空间一切法则元气都被席卷而来 似乎林明的双手就是这个宇宙法则的中心 一轮巨大的阴阳漩涡缓缓形成 它像是阴阳太极图 然而其法则高度已经远超阴阳法则 这一轮漩涡与飘欲神王化身的剑光 击撞在一起 剑光粉碎 飘欲神王化身脸上闪过一丝金融 一缕身外化身 只是飘欲神王的残缺意识体 但依旧拥有自己的智慧与意识 它会有跟人类类似的感情 神魔漩涡势不可躺 碾牙一切 飘欲神王化身以剑光护住全身 然而终究它只是化身而已 根本抵挡不了全力以赴的林明 最后的剑木也已经粉碎 飘欲神王护体肛源 如同被狂风撕裂的船翻一般 剧烈抖动 林明大喝一声 在他身后浮现出九颗大星虚影 星光汇聚林明全身 在一瞬间 它爆发出了不亚于黑龙的距离 要将这一枪狠狠灌入飘欲神王护体肛源中 咔嚓 护体肛源被林明刺穿 这一枪刺入飘欲神王胸口 白衣染血 如同白雪上落了红霉 飘欲神王嘴角溢出了一条蜿蜒的血线 他长剑已经脱手 化成能量神光消散掉了 飘欲神王双手握住暗龙枪枪身 一双幽蓝色的毛子不可置信的 看向林明 此时他与林明近在咫尺 那双眼眸正在一点点失去光彩 林明那刀削一般的脸庞 如见的双眉 深邃的眼睛 让飘欲神王脸上闪过一丝迷茫之色 这个青年似乎是熟悉 但又终究是陌生 砰 飘欲神王身体爆碎成无数光点 这些光点像是千千万万萤火虫一般 飞入虚空深处 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而在光点中心 一枚如翠玉一般的羽毛缓缓飘落 林明轻轻伸出手将这枚羽毛捏在手中 这是一根奇异的羽毛 只有半尺长 看起来像是白鹤的淋雨 它晶莹剔透 在羽毛的鱼杆上蜿蜒着一条淡淡的血线 精致而好看 虽然飘欲神王化身已被林明击碎 但是在这根羽毛上 林明还是感觉到了他强大的力量 他上面闪烁着七彩流光 似乎要从自己手心中跳脱出来 林明双手用力 一刀刀拂印打上去 将羽毛层层封印 直到他再也跳不起来 做完这一切 林明抬起头 淡淡的笑着 看向青帘仙子 此时的青帘仙子 已经翘脸撒白 他天赋出众 从小就被飘欲神王选中为亲传弟子 这数千年来 他都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 生平从未像今天这样 被一个人给压制的死死的 任凭他绞尽脑汁底牌进出 也未能给对方造成哪怕一点伤害 还要打吗 林明平静的说着 青帘仙子咬紧嘴唇 还没想好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突然林明双瞳爆发出一股杀机 他似乎瞬间化身成凶猛的野兽 一步冲到青帘仙子面前 他面孔猙獰 一拳砸出 这一拳 接着湿湿砸在青帘仙子的小腹上 护体肛源爆碎 青帘仙子身体如同虾米一般 弯曲起来 那一瞬间 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 似乎双目要突出了一半 他感觉到 林明狂暴而刚猛的力量 毫不留情冲入他的身体 肆意冲击他的经脉 这样的剧痛 让他全身颤抖 近乎昏厥 一拳后 林明抬起右手 手肘向下 直接砸在青帘仙子背脊上 青帘仙子吐出一口鲜血 他几乎听到了自己脊椎断裂的声音 那狂暴的力量 再次冲入自己全身 让内脏爆碎 体内凝聚的器械 全部都被打散 林明出手毫不留情 这个女人太危险 屡屡置自己于险境中 如果不是他有诸多别人 根本不知道的底牌 现在说不定已经被他给算计死了 面对这样的对手 林明当然不会留守 所以无论对方选择投降 还是抵抗 林明都会暴打他一顿 让他完全失去反抗能力 当然了 和弟子西肾一样 林明留着青帘仙子也有用 单单飘语神王对青帘仙子这个徒弟这么照顾这一点 林明就不会把青帘仙子杀了 那样除了激怒飘语神王让他展开报复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林明猜测 现在飘语神王其实根本没有不顾一切上人族出手 否则神梦天尊以一敌二怕是根本招架不住 把飘语神王惹毛了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在现在的局面下 人族已经风雨飘摇 林明可不想给这场大战雪上加霜 料理青帘仙子 接下来就是奥日邪悦 这时候这奥日邪悦那脸色要多难看 是有多难看 连青帘仙子这样在奥日看来几乎无所不能的人 都被这个神秘人这么凶残的给收拾掉了 青帘仙子起码看起来是个较弱的女人吧 而奥日看了看自己这体格 这一张大脸都绿了 毫无疑问 他会更惨的 而这个时候 林明已经一言不发 向奥日和邪悦冲了过来 这一天 绝对是圣族的四圣将最难忘的一天 他们先是布置陷阱失败 接着承受了神秘人暴打 然后又被禁锢住 之后就被丢进黑暗的宇宙空间 这是那个神秘人的体内世界 青帘仙子也没想到啊 深渊恶魔的身体内部也有体内世界 不过这时候 他哪还有心思去研究这些呀 今天是他彻彻底底失败的一天 他兴师动众不屑大阵 最终自投罗网 想想还真讽刺 虽然神秘人现在没杀他 但是青帘仙子却没有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自己的命运说不定比死还惨 三人在林明体内世界中彼此对视 心中都涌起了一股淡淡的绝望感 他们实力虽然在33天算不上顶层 但也是上层啊 可是在这神秘人面前 却如同婴儿一般无力 当林明镇压了青帘仙子 奥日邪悦的时候 他又转向西肾打算把西肾也给镇压了 而这个时候林明才发现 已经不成人形的西肾 在他右手中一直握着那本神秘黑书发生了一遍 他封面上的眼睛亮起了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林明目光一凝 他早就注意到了这本黑书 黑书的外形 让他第一时间想到圣典死之篇 然而他稍稍确认之后 发现这并不是圣典 而是一本来历神秘 自己一时间也无法变清其秘密的神秘典籍 原本林明就打算琴械西肾后 好好研究一下这部典籍 没想到这时候黑书出现变化了 他发出的血红色光芒越来越强 那枚眼睛也越来越亮 那些红光最终化成一层层若有若无的血雾 笼罩在弟子西肾身上 这层血雾慢慢渗入弟子西肾的皮肤中 让弟子西肾的身体亮起了一层诡异的星红 这是 林明眼皮一跳 他不知道黑书让弟子西肾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情形可能是黑书在给西肾疗伤 也可能是西肾被黑书给控制了 但不管怎么说绝不会是好事 林明几乎没有任何考虑 手持暗龙枪 一枪刺进弟子西肾的胸口 鲜血飞剑 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弟子西肾完全没有抵抗力 而林明的这一枪也避开了弟子西肾的心脏 但却灌注了破坏性的神魔之力 将弟子西肾的肺部全部摧毁 就算肉身强大的圣族天尊在被打得不成人形之后 再承受这样一击 那也得折掉大半条命了 林明就没打算给西肾任何恢复的机会 不管黑书发生什么异变 他总是要以西肾为媒介才行 只要把西肾打残一本书 你能掀起什么风浪 林明这一击后 血雾还在源源不断渗透到弟子西肾身体中 让他的伤口快速恢复 这让林明心中惊喜 他伸手一招 直接把那本黑书抓在手里 黑书入手 林明感到在这本黑书中 始终散发着一股股的邪性气息 封面上那只血淋淋的眼睛 似乎在盯着自己一般 而这个时候林明也注视到了黑书表面的蚯蚓一般的文字 看到这些文字 林明惊讶了 林明自诩对古文字了解非常多了 因为他出入过很多秘境 阅览过诸多典籍 更是阅读不少人的记忆 可眼前的文字 他从没见过 这个时候 黑书之中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 几乎从林明手中挣脱出来 林明心中一领 体内神魔之力汹涌 他的双手爆发出黑色的光芒 镇压这本黑书 然而这个时候 还是有很多血色雾气 已经没入弟子西肾的体内 而这些血色雾气 愈合弟子西肾的身体同时 也让弟子西肾身上的气息变得诡异起来 那一刻 林明的脸色凝重许多 似乎他以神魔之力 都不能彻底封印这本黑书 林明微微醋眉 双手一翻 魔防空间开启 这本黑书直接被收进魔防空间中 魔防是宇宙至高神器 魔防空间也与世隔绝 没有自己的意念 没有东西能穿过这层空间 当黑书扔进魔防空间中 那股输入弟子西肾身上的血雾 就被魔防空间给隔绝了 不过即便如此 对这本诡异的黑书 林明也不敢大意 他以精神力联系到魔防空间中的 苍天古印 论不止风阵手段 自己算是不错 但是绝对不会比苍天古印做得更好 当林明意念传入魔防的时候 就听 这魔防空间中 漫天符文飞舞 化成风神大阵 把这本古书牢牢笼罩其中 轰隆 在风神大阵补成后 苍天古印本体直接镇压在大阵中心点 把这古书压在古印之下 古书被镇压的瞬间 那只血色的眼睛剧烈挣扎起来 竟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一本书会叫 这让苍天古印气凌也感到无比奇异啊 这是什么书啊 苍天古印气凌的声音传递了过来 不清楚 这本书似乎有邪性 先镇着它吧 慢慢研究 林明感觉到 这本古书不一般 但即便有这本古书在 弟子西肾还远远不是林明对手 因为西肾本身还未突破天尊 甚至修为比林明还低一些 绝对的实力差距跟那摆着呢 根本不是一本带着邪性的古书 就能弥补的 将古书镇压后 林明毫不客气的弟子西肾身上 砰又打一拳 彻底把刚才古书血雾治疗好的伤口 砸得重新开裂 又封锁了弟子西肾全身的气血 接着他就像扔死狗一样 把弟子西肾扔进自己体内世界 林明想了想 又把飘雨神王留下的羽毛层层封印 也扔进了苍天古印所布置的大阵中 远在异照里之外 隔着一道探西神墙的另一重蛮荒宇宙中 一个白衣女子掠过星空 在他面前是一团酱紫色的云雾 这些云雾无边无际 像是星云又像是梦幻的海洋 看到这片云雾 白衣女子一直点出 一层层轻波荡漾出去 云雾被这层层轻波封开 露出迷蒙的星空 然而片刻后 这些云雾又慢慢笼罩而来 似乎无穷无尽 白衣女子微微醋眉 她在紫色云雾前 静力了一会儿又一次出手 她面前的紫色云雾 其实是神梦天尊布置的 神梦空间中的幻境 而这白衣女子正是飘雨神王 飘雨神王 已经与神梦天尊交手好多年了 现在应该叫神梦真神 或者神梦神王 然而事实上 他们真真正正面对面厮杀的时间太少了 权力以赴厮杀的时刻更是近乎没有 他们二人更多的时候 只是在一阵破阵 以比拼法则 和对魂海理解深度的方式来战斗 他们二人 一个法神双修 一个神体双修 他们所修体系中 都跟精神力和魂海有很大联系 这就让他们二人的对决手段层出不穷 有时候一次魂阵对决 就得持续好几年 对爵士高手而言 能够找到一个法则实力 都与自己相近的对手非常难 特别是到飘雨神梦这个境界后 宇宙中能让他们全力出手的人 屈指可数 而舞者的修炼 只靠一昧的闭关和参悟法则 终究是缺了一些东西的 他们还需要环境 需要旗鼓相当的对手和战斗 这也是百亿年前 人族的舞蹈文明 能发展到鼎盛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些年来 在持续的对决中 飘雨和沈梦似乎形成了默契 两人在交手过程中 他们对魂海和精神力的理解 都在不断加深 飘雨本来就对人族 圣族大战不太热衷 圣族的胜利与否 对他而言也并不是太重要 他参加这场大战 是因为造花圣皇给了他足够的报酬 同时他也认为造花圣皇在将来可能一统天下达到更高的境界 他并不想太过于得罪造花圣皇罢了 他在这一重宇宙牵制神梦 已经是对人族圣族对战的极大帮助 而且这样做有个好处 就是能让飘雨放心的将青莲仙子置于人族圣族大战中令其历练 飘雨神王自信 以青莲仙子的实力智慧 加上自己留给他的身外化身 还有造花圣皇调给他的荒之军团 在整个满黄宇宙根本就没人能奈何的了他 他会是圣族大军最强的拳头 即便是帝世家也无法与自己的徒弟对峙 而每次浩劫虽然会给33天带来灾难 但也是各族天才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时候 席卷宇宙的大战是历练青莲最好的战场 在飘雨神王看来 这场人族圣族大战最大的好处便是能让他的弟子历练 而作为飘雨神王对手 神梦却远没这么惬意从容 他可以说心急如焚 然而即便他再心急人族战士 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更好选择 他奈何不了飘雨神王 更打不过造化圣皇 而他想要插手天尊层次战斗 那么飘雨神王和天罡神王首先就不会答应 所以这个时候他除了与飘雨神王继续对峙 同时抓进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实力外 别无他法 他知道人族最终极的敌人始终只有造化圣皇一个 这也是他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对手 或许某一天他能效仿当年封神天尊燃尽自己生命给造化圣皇以重创 那已经是神梦能想到这一次大战最好的结果了 可是想要换来这样的结果希望无比渺茫 这场人族圣族大战越是打得久 神梦天尊也感觉到当年封神天尊太强了 当初他面对真神绝顶的荒 还有不弱于造化圣皇的圣族圣皇 最终竟能力挽狂澜 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壮举 神梦自认为自己与封神天尊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神明天尊太强了